最后人民议会将议事锤交还给属于人民的立法院 议事锤抵家啦 同学们小心翼翼端着放有议事锤的盘子 神圣的交接任务 把正院之宝议事锤放回属于他的位置 已经消失24天的议事锤 让反服贸学生找得人养马翻 选在宣读人民议会意见书后 交出来让他不归远位 墙上挂满黄色布条 据说有一部分就是同学们占领立院的第一天 拿议事锤盯上去的 议事锤就此消失 不过在9号传出 其实他被中研院副研究员黄国昌给收起来 避免被同学拿去乱玩 这一锤锤下了不少法案 要想三读通过 少不了这神圣的一敲 堪称正院之宝的议事锤 跟随王金平担任院长的14年 见证台湾重大议案的通过 也有了深厚的情感 消失的议事锤 如今在学运退场这一天 终于找到了 可让王院长松了 好大一口气 记者李政华周宜德 魏廷SN小组台北采访不到